2009年时,美国决定停止采购F22,随后于2011年交付最后一架,总产量不足200架,当时有人就忧心未来的情况,如今忧心变成了现实,不仅歼20服役了。 苏-57也要交付了,如今有关重启F22生产线的呼声越来越高了,唯一的问题,没钱怎么办?苏-57现在美军急需重启F22战机生产线,有关工作也已展示,只有经费成问题,所需经费不是一个小数目,目前预估单价已达2亿美元以上,实际可能更高,也许唯一的解决办法,让日本负责出资研发吧。 日本曾经非常想引进F22,可惜美国曾明令禁售F22,不许可其出口,迫使日本决定自主研发5代机。 经过新神验证机之后,日本正在进行F23项目,如今美国出尔反尔,歼20才刚服役,美方就急着向日本推销自己的方案了,表示愿意参与日本的F23项目,实质就是出售F22。 F35这次美方在明一说,提出一个F3战机的方案,具体的内容为提供F22与F35的技术,大体就是以F22的机体,加装F35的设备,形成所谓的F3战机。 等于美方把自野的项目包装了一下,明面送给日本,实质打算花日本的钱,办自野的事情。 所谓的美版F3本质就是美方一直构想中的F22新生产型,主要目的为升级F22已经陈旧的航电系统。 换装F35采用的最新一代航电系统,F22本身的设计没有任何问题,采用双锤尾双发单座布局,属于重型5代机,本身空重就接近于20吨。 新能则被称为4S,高机动性,高隐身性,超音速巡航,高信息性,F22前三项特点。 F22完全没有问题,完全甩开了F35,但是在高信息性方面被F35反超,主要原因就是它应用的航电技术依然为上世纪90年代的东西,自定型后,一直就没有升级或更新过。 以目前的电子技术进步速度,它已经落后于时代好几代了,甚至连改进都成了问题。 原因是,其系统软件编程所使用的计算级语言早已被淘汰,如今没有精通它的程序员了。 故而,歼20与Z57在实际上,完全可以与F22比高下。 如今美军为了省钱,才向日本推销,这样就不需要自己投资什么了。 主要的问题让日本出资,美国只需要最后自己再处理一下,给自己弄个自用版本。 比如,一款更先进的基载雷达,这个相对容易,也花费不了多少钱。 日本则只能获得一个简单版的F22,比如,取消矢量喷口,对隐身进行弱化处理,这个也不是什么问题。 歼20最终美军见日本的钱完成生产线重启工作,顺便还能赚上一笔,何乐而不为呢? 也许唯一的问题是,这个项目要多长时间才能出现成果,或说,新生产的F22何时才能交付? 则任变成果,则任变成果,则任变成果,则任变成果。